小朋友,今天我们要听一个特别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古怪的炎珠 这个事情是记载在圣经的创世纪 这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 是从天上的神 他用他的圣洁公义还有慈爱 所记载的一个关于人类的怎么开始 人类怎么结束的一本书 在死海这个地方 有发生一件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死海的一座城市 在一夜之间突然间被火给焚烧 在一个夜晚的里面 他全部通通被烧光 化为灰烬 并且在这个死海的旁边 立了一根古怪的炎珠 在死海旁的这个炎珠 样子看起来有一点像是一个人吗 怎么可能会是一个人呢 这根炎珠也是一个线索 我们也发现这个死海 也叫做沿海 他没办法游泳 因为里面的盐分太高了 所以人没办法沉到海里面去 会在放松的时候就浮起来了 有这些线索 再加上从归纳来看 好像线索出在罗德的身上 那我们赶快去罗德的家里 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吧 罗德他的父亲死了 很早就死了 以后呢 他的叔父像他的父亲一样照顾他 在他的叔父以前的名字叫做亚伯兰 后来耶和华神给他改一个名字 改成亚伯拉罕 意思是姓亲之父 那在耶和华神带他们去应许之地的时候 他们要搬家 亚伯兰他一点都没有怀疑 他愿意顺服 并且他就跟随神的吩咐到应许地 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许地在哪里 但是耶和华神就四伏给亚伯兰 给他们很多的牛羊 仆悲 神畜 金银 甚至他们到一直都跟随着神的这个过程 他们还遇见了大饥荒 什么是大饥荒呢 大饥荒就是没有水没有食物 人会因为饥饿而死去 在经过大饥荒的时候 神还是祝福亚伯兰 所以经过饥荒 他们还是拥有很多的金银 仆悲碑身处 到了罗得他也被他的属父所祝福着 所以耶和华神祝福亚伯兰 并且亚伯兰也赏赏给他的职尔罗得 有很多的金银 仆悲碑身处牛羊 但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 涌挤他们的草不够 于是罗得的牧人就跟亚伯兰的牧人相争 亚伯兰就跟罗得的说 说我们是骨肉 我们不可以相争 我们要彼此相爱 你看这全平原都在我们的眼前 都是神赏赐给我们的 你选左我就选右 这全地不都是我们的吗 都是神要赏赐给我们的 这时候罗得他没有求问神 他以为他还可以得到更多 于是他选了向东 约旦河的平原肥沃的 于是他就搬走了 当他搬走的时候呢 他甚至还越来越靠近 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很大的 罪恶满贯的所多玛城 罗得到后来还住进去了 所以罗得他其实 是以为他还不够 他也没有求问神 并且他也没有问他的 他也没有尊敬他的伯父 虽然他伯父说他的俗福 虽然让他说自己先选 但是他失去了最大的应该敬畏神 他没有敬畏神 犯罪是什么呢 犯罪就是说了不该说的话 讲了不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你想了不该想的事 犯罪罪恶也是得罪自己 也使身边的人受到伤害 罪恶也使我们与神隔绝了 有罪的人不能亲近神 罪恶就比如是自私 骄傲说谎等等 神必要刑罚罪恶 罪也使我们变成做黑暗的奴仆 不是做人的奴仆 是在那黑暗的捆绑里面 无法自拔 迷失了 不爱光到爱黑暗 也不能够爱真理 也不愿意 听从真理 罪恶的事情 使人失去了内心真实的平安 罪恶也使人的内心 失去了真实的喜乐 就被捆绑着 绕来绕去的 无法自拔 罗马书3章23节说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是人就是你跟我 是每一个人 罗德他犯罪以后 他悔改了 他为他所做的罪恶的事情 忧伤 他还看见所多玛城的人所犯的罪 他深深的知道要离开罪恶 所以 他为了这些罪恶 坐在城门口 天天的为罪恶犹伤痛悔 靠近傍晚的时候 神派两个使者要来看看 所多玛的城 到底罪恶多大 神也想给所多玛城的人 最后一次悔改的机会 其实神是全知的神 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我们是所多玛那些犯罪的人 我们知道天上的使者 要来了我们真的会好害怕 因为我们做了那么多 伤天害理的事 罪大恶极的事 我们会很羞羞脸吧 我们会很不好意思吧 我们会好害怕吧 怕天上的神要处罚我们了 我们应该把握最后一个悔改的机会 赶快的认罪悔改 跟神说对不起吧 但是当罗德发现这两个使者来的时候 他赶快的 俯伏到两个使者面前说 使者请到我的家里来休息 让我为你们洗洗脚 准备吃的东西 你们可以睡在我家 千万不要在马路上过夜啊 神爱悔改的罗德 因为 罗德他 忧伤自己的罪恶 他悔改他的罪 他要 离开他的犯罪 所以 神也爱罗德 神也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赐给他们 教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圣经的彼得后书二章七节也说 只搭救了那常为二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 那两个使者都还没有躺下 这时候 好吵的声音 这连老代哨的人到罗德的家大声的叫 罗德 罗德 快把你们家那两个使者交出来 任我们所为 天上的使者来到所多玛城 这些所多玛城的人都看见了 他们有悔改吗 哇 罗德赶快出来 把门关上 这些人 非但没有悔改 反而 还 要继续犯更大的罪恶 连天上的使者 他们都 不放在眼里 根本一点都不敬畏神 也不怕神 他们连天使都敢 得罪他 看来他们没有什么事不敢做的了 罗德说 众位 听我说 不要再做这恶事 你们赶快回去吧 你算什么 罗德 走开 你敢这样子说 我们要把你们家的门撞破了 走开 让我们进去 把那两个使者交出来 我们要进去找他们了 哇 就在这时候 使者赶快把 罗德拉进去把门关上 并且 这两个使者 他们让 这些人眼目迷离 他们开始眼花 而在外面 突然间看不见门在哪里 他们摸来摸去 找来找去 找来找去 摸来摸去 就是找不到门在哪里 同时 这两个使者跟罗德说 罗德 天亮的时候 神要毁灭所多玛城 因为这个城的 所有 包括人 都罪恶满观 神要毁灭了 你赶快带着你的家人 在天亮以前 离开所多玛 哇 小朋友 你们 会 从 这两个使者 拯救罗德 和他的家人 感到 神的爱心吗 你看 神是 爱 神也是 公义的 若 有 罪大恶极的人 他能够把罪恶 消除 若有 听从他 也 悔改 离开犯罪的人 他拯救他 就好像 耶稣基督一样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从天上来的耶稣 他没有犯过罪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从天上来 还要归回天 耶稣将他的爱之 他是神 为我们的罪受处罚 付上代价 我们犯罪的刑罚 全部耶稣都担当了 这些血 洗干净了我们的罪 耶稣所受的痛苦 他为我们犯的罪 受痛苦 受刑罚 受鞭伤 因为他的保血 鞭伤 羞辱痛苦 我们的罪 得到了 代替 这是耶稣的血 也是耶稣的身体 耶稣成为一条道路 通过信靠 耶稣基督我们得到 与神和好的永生 就是天堂 今天如果罗德在这里 罗德他也会 跟耶稣说 耶稣我悔改了 我已经痛改前悲 我悔改我的罪 并且罗德也会同时 接受耶稣基督 住到他的心里面 如果我们悔改 那我们也会同时 做一件事 就是相信也接受耶稣 成为我们个人的救助 彼得前书二扎二十四节说 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 透过耶稣我们可以 与神重新和好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罪恶使我们与神分开了 神必要刑罚罪恶 有罪的人不能亲近神 罗德去跟他两个女婿说 所多玛城罪恶满贯 所以他们不想悔改 他们连天上的死者 他们也要 亲看 得罪神 也得罪天上的死者 他们要对死者做那 糟糕的罪恶的事情 所以没有救了 所多玛城要 被毁灭 天上要有火降下来 就是在天亮 哈哈哈哈 什么罪恶啊 这哪是罪恶啊 什么神的死者啊 谁啊 我们才不要离开这里 这里根本就 他们那个不是罪恶 我们也没有罪恶 我们也不想听什么罪恶 我们不要离开 你风言风语的 哇 罗德看到他的女婿 这样子 罗德就迟疑了 他停下来 但是 天快要亮了 他知道他的两个女儿 爱他们 怎么办呢 这两个女婿 他们的心 不一样 罗德的心是悔改罪恶 并且离开罪恶 但是这两个人 他们不悔改罪恶 他们也不觉得要 怎么离开罪恶 所以他们的心 不愿意相信 也不愿意悔改 这时候 这时候 我们思想 罗德他悔改的时候 他要 我们记得 打开心门 同时 接受也相信 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个人的救助 所以 他的两个女婿 没有悔改他们的罪 他们当然不会 同时的打开心门 相信也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他们的个人的救助 他们不会 这时候天上的使者 看到快要天亮了 时间不够了 神因着罗德的缘故 要救他一家的人 但是也必须心里 承认我们的犯罪 也悔改 并且同时 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他个人的救助 死者拉着罗德 他的太太还有两个女儿的手 要救他们 并且告诉他们 天上的火要降下来 烧灭 所多玛城 还有一切的财产 动物 地上的草 还有所有的 那上面 所有的城市 所以我们不要回头看 就往前 跑 在这同时 罗德的太太 他 一面 跑 一面 的想 他想 心里想的是 我还有 那里面还有我的 财宝 所多玛城 还有我的 存折 所多玛城 还有我心爱的衣服 所多玛城 还有我计划 要去做的那些 好像不太好的事情 我还没有去做 我 他想着想着 他就是不愿意 像那两个女婿一样 他心里其实不愿意相信 他也不愿意悔改 虽然 虽然 两个死者握着 罗德的太太的手 但是 罗德的太太 他 其实有一点像是 大家坐在这里 然后天上的死者 拉着你的手 告诉你 神爱你 神要救你 但是你的心里 如果不愿意悔改 自己的罪恶 不愿意像罗德一样 离开罪恶 同时也接受 耶稣 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 就算 你现在 被天使拉着 但是你的心里 如果 没有 真实的悔改 罪 接受耶稣 那 还是没有办法的救 所以 罗德的太太 他回头了 他回头看那些 罪恶的所多玛 当他回头的时候 他马上变成了一根 炎柱了 这里面有所多玛的一切 繁华 一切 好像 那些 罪恶满贯的人 还有 那两个女婿 罗德的太太 虽然 被死者拉着 要救他 但是他的心里 没有悔改罪恶 他也不想离开罪恶 同时 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他个人的救助 他不愿意 所以他外表看起来 好像好好的 但是他内心 其实 是 被罪恶所充满 他的内心 已经枯干了 跟神隔开了 罪恶充满 的时候 罪恶在人的心里的时候 人完全像一个活死人一样 他的灵魂就黑暗了 小朋友 约翰福音1章12节说 凡接待耶稣的人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是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罗德他悔改 他就离开犯罪 并且为罪 很忧伤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我们要同时的 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个人的救助 罗德的两个女婿 还有他的太太 不愿意悔改他们的罪 不愿意离开罪恶 他们的心里 做的决定是拒绝的 拒绝耶稣 你要像罗德一样 悔改罪恶 同时接受耶稣基督吗 成为你个人的救助吗 或者你要不拒绝罪恶 也不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你个人的救助呢 你可以自己想一想 做这个决定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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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